全日总结的环节 这节介绍新边的嘉宾 有我们的分析员李慧嫣小姐 Hannah 你好 看到大市方面 早上有个很淡争气的情况出现 但下午回来大市真是 掉头向下都插得很厉害 曾经跌超过300点 美市这几分钟稍微会讯少少 但都要跌得比较多 看到跌252点 2036点 回到20,000点上 但都见到内地出了一些消息 又可能有传加息 这个加息的疑虑 又会令大市方面前景怎么看 Hannah 你看到港股方面 跟内地股市方面 近来都有几多是坏消息 因为看内地股市 其实看过去来说 央行调高了 央行的票息 意味着下半年 银金方面 都未必会说 一如市场预期搬送 所以看回 即将公布 上月的CPI数据 有机会放在6.2%至6.3% 都是一个偏高水平 所以不排除 央行方面 都有机会短期内加息 所以这方面都会困扰内地股市 港股方面 除了跟随内地股市 有一个下跌之外 其实投资者仍然忧虑 整个欧债危机方面 所以你看到整个港股方面 仍然是一个偏远的情况 虽然港股在18,868点底位 曾经上升到20,000点上 去到20,500点 但是看到股市越升 但是成交方面 亦是逐步萎缩 所以意味着 推上去这一道力 其实不是有一个成交的配合 所以不排除了 其实港股仍然是一个回调的压力 今天来说虽然收市能够 就是收回在20,000点上 但是你看到今天来说 其实成交也不算是太小 也有720亿 转一点的一个水平 所以短线来说 其实不排除有机会 会回市到19,500点至到 甚至市低位 18,868点 港股短线来说 其实都是偏远为主 市场人士大部分都是这样看 对了 都猜可能近期还会插到一棍 即将就职管沟望一下 看到市场收定了 跌272点来收市 20,016点 仅仅站在20,000点上 成交方面721亿多 期指还在跳 低水84点 19,932点 跌222点 今天也有一只大蓝筹公布业绩 大家都知道 就是编号941的中移动 看到收市方面 75.1毫半 跌了4毫半 跌幅0.6% 其实整份业绩都不差 中期顺利方面 它赚了612亿多人民币 升6.3% 其实整份顺利是属于市场预期的上限 只不过 今天应该受到大股大动 所以收市来说 业绩的股价不太好 对吗 看中移动来说 我自己比较看好 就是短期的股价表现 首先 看成份业绩方面 虽然市场 一般预期中移动的增长动力 不是太足够 但出来的业绩 会给市场一些惊喜 符合市场预期的一个上限 增长也有6% 算是不错的 虽然我们看Apple方面 都有一个持续下跌的情况 跌到70元人民币 但我们看一些增值服务方面 增长也有18% 再加上未来方面 公司在3G业务方面 也看到了 近几个月 增长开始有一个加快的情况 这方面也预计有机会 就是令到下半年来说 Apple可以转跌 扭转 这个是跌势 甚至有一个回升的情况 再加上未来方面 公司有机会 在下半年推出iPhone4 其实都成为股价方面的趋势 当然 看整个胆试来说 中移动作为一个蓝筹管 都会受到影响 但其实我自己不算看得太淡 因为当资金 如果大市是持续下跌的话 资金自然要找回 防守性比较高的股份 看中移动手楼上 现金有3,300亿人民币 所以说 看回营运现金流 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 预计整个跌市方面 都有部分避险的资金 其实有机会流入中移动 所以股价方面 预计短线来说 未必会做得太差 明白 不如一起看看 一众的蓝筹股收市表现是如何 汇丰红股68.05先跌4 中移动75.15 跌0.6% 而中国银行方面 3.13跌2先 工行5.01先跌超2% 而建行5.45 跌3先 港交所方面 液市升5.1 147.6 新鸿基地产104.1 跌1.1 长秩方面跌2 103.9 中人香港20.2 跌2毫 中人秩方面有回吐 跌超过3% 22.4 而中海游14.66 跌超过3% 中石化6.71 跌5先 中国银行方面 5.38跌1毫 接近2% 而中国海外跌得比较多 跌接近4% 16.34 腾讯逆市升2毫 180元 想和Helen特别说一下 现在想说内房股方面 今天整个内房都离慢着一片跌市 因为中央方面又说要推出一个二三线城市的限购令 这个举动又再次困扰着内房的版块 让我们一起看看整个版块表现吧 中华海外16.34跌接近4% 移华印字地13.42跌超过2% 碧桂园跌超过2% 3.39 西贸房地产8.73跌接近4% 富力地产跌接近4% 9.06 雅居郎11.1跌接近6% 合景泰富4.7跌超过2% 远洋地产跌超过2% 3.63 恒大方面4.69跌超过4% 御秀地产今天公布了中期业绩 所以逆市升超过4% 1.38 除了御秀方面有比较好的表现 今天全线都下跌 Hannah 你又觉得这个限购令又再困扰着内房的大市 又有多深呢 你说看二三线城市的限购令 其实是早个月已经是赶出的了 但是今天来说 正式有首新闻 就是确定了 就是二三线城市的一个大热的人选 你说看基本上 就是早前是卖楼比较好的一些城市 包括惠州和中山 东莞等等的城市 其实都有机会 就是纳入限购的一个名单里面 这方面其实难免都会令到 整个内房股方面的投资气氛 其实会受损 所以短线来说 内房股的调整有机会是继续的 但是当然你说看回整个限购令 你说对内房方面的一个销售方面 其实影响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要在乎整个地方政府方面的一个执行力度 因为重回就是内房股过去的半年方面 业绩可以看到一线城市 虽然其实已经在上半年 就是实行了一个比较严厉的限购令 但是似乎都没有影响到 就是一些内房股方面的一个物业销售进度 所以你说看回今次来说 实际上的影响未必会太大 反而其实我自己比较担心 就是内地持续在抽银金 对这个是内房的一个贷款方面的影响 似乎就是更加细心的 所以内房股短线来说 计算回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 而有一个是偏远的情况 好 谢谢Hannah 其实今天出了这个消息之外 除了内房股要跌 亦是拖累到水泥股有非常明显的下跌 好似安徽河浪那样 都是跌超过7%来收市 要问Hannah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说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Hannah 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已经是差不多了 明天早上就是9点3回 再和大家见面的 继续要财财经台的时间 看回大市方面 恒生指数跌272点来收市 2016点 成交方面是721亿多 期指亦是低税80点 19936点 成交量87000多张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